大家好,我是德源公司研发中心技术长叶宜章 那今天很高兴来参加近零碳排绿色转型论坛 在这里请代表德源公司跟大家分享 我们在近零碳排上面的一些做法想法 接下去那我就是直接进到主题 今天的主题,我们先把它定位成绿色转身,低碳有趣 相信大家记忆犹新 去年7月的时候,日本九州暴雨成灾 甚至在雄本的地方也造成了36个人的死亡 同年,就是去年7月,在欧洲也爆发出四季洪灾 造成的资源的一个损失 无以计数 所幸的,在去年11月 苏格兰也举办了COP26 这些野火洪灾也变成一个重要的议题 这些气候恶化的速度已经超出我们过往的一个想象 目的要怎么去减碳 减碳需要成本 那这些交通,这些基础工业也是这些简单的障碍 我们要怎么去做 我们的目标要做到净零 我们一定要怎么计算 最后,我们的气候法要怎么去定定 这些都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那当然从去年开始 欧盟一次性塑胶限制的一个指令 已经带来欧洲各国在法令上面的一个订定 2025年最终希望能够让塑胶瓶 塑胶制品 它所使用的原料 25%是来自再生原料 2030更希望能够达到30% 这点 它有两个很重要的意涵 一个 我们的资源有限 我们怎么去让塑胶减少到最低 使用再生塑胶 可以让塑胶的减缓到最低 在减缓的这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使用再生的塑胶 所以可以让我的碳足迹降到最低 这都是方法 以联合国的角度来看 我们派提出永续发展的17项的一个指引跟方向 那永续发展是要满足当代的需求 同时呢 是不去牺牲我们下一代幸福的一个发展 既由这个永续的发展 引伸到那我们德渊 我们德渊怎么去做 德渊的愿景 是希望能够成为提供环保安全健康 相关材料及解决方案的世界领导厂商 三四十年下来德渊从创办开始 我们的产品包括热熔胶 特用化学饼 以及最近的医疗器材 我们在在都是以环保的角度 在设计研发我们的产品 以及与客户共同开发 这种绿色的一个材料 这些材料跟产品 也因此得到去年第六届 逐月中间企业奖项 我们的条件里面 你可是可以看到 全球化布局 以及在国际上面 跟这些大厂的一个竞争 让我们了解到绿色的一个趋势 还有减碳的一个重要性 是我们不可避免的 所以在产品及流程的创新 我们是保持领先 那怎么去做到 我们也藉由联合国17项 的一个指引方向 从永续能源 永续消费与生产 气候行动 全球伙伴 永续的一个环境的一个角度 我们做一个很重要的讨论 我们提出了 怎么去解决 或是说怎么去避免 我们气候变先所带来的影响 以及怎么去让 这些有限的资源 发挥到最大的一个效果 所以里面包括 Bioeconomic Low Carbon Economic 跟Circular Economic 最终来讲 我们还是要做到一个勇趣 当做是我们重要的一个目标 行动上面 得温在温室气体盘查 以及碳足迹的管理 从今年开始 我们开始要做14064 14067 最终来讲 我们会进到我们企业社会责任 在CSR的部分 包含环境 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 及公司治理 以及 让全球再生人员倡议 能够在我们 七位社会责任里面 占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 重要的目的 还是要节能 减碳 所以因此 我们 既有以上种种的一些讨论 跟行动 我们策略是什么 我们策略 就是建立 绿色材料 策略合作平台 吸手上下游 战略伙伴 打造 绿色材料 GPS的一个平台 那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所谓吸手战略伙伴 就是吸手我们的上游供应商 包括材料 设备 对这些国际大厂 的供应商来讲 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跟设计 希望能够让绿色的材料 低碳的材料 能够带到这个市场 德渊 承接了这样的一个原料 制造出给下游 这些国际大厂 我们 一起开发 更低碳 更环保的最终的一个产品 交给消费者 让他们在使用过程当中 去享受到低碳 的一个最终的一个产品 那在这些低碳的一个产品 要怎么去展示我们最后的成果 我们把它细分成绿色经济平台 生物经济平台 循环经济平台 以及低碳经济平台 绿色经济平台所谈的就是 环保安全健康 其实这是三大方向跟要素 包括什么 无荣剂 不要对环境危害 包括低气味 不要对人体造成更大的伤害 无乳素 不要去影响我们温室气体 让它降到最低 然后让整个环境的冲击 可以降到更低 那另外就是完全没有溶剂 我相信在刚刚 德渊的一个发展里面 无溶剂的年胶 无溶剂的材料 是我们发展一直以来 三四十年下来的方向 能够让整个消费性产品 领料包装 让这些包裁成本 垃圾降到最低 生物经济平台 有两个重点 一个是生物机 生物机来源就是取代石油机 生物机 我们叫做renewable 是可再生的 可再生的 它就是低碳的一个 最明确的一个表征 生物可分解 可堆肥 最主要的目的 就协助我们 怎么去降低 这些塑胶的使用量 让这些 最终来讲 我塑胶没办法 再去分解掉 没办法去 造成 我们最终 这个塑胶的使用量 要逐年的提高 能够去降低它 循环经济平台 我相信 最简单的循环经济 大家比较想到的 recycle reuse reduce recycle 怎么去recycle 这些塑胶制品 塑胶制品上面 都有标签 标签 用热熔胶去粘 我们所开发出的热熔胶 就是很容易的让 这些回收产品 它所代表的经济效益 不要因此的降低 同时 我们也开发 可粘 逆拆解的融胶 在电子产业里面 去粘贴 这些电子元件 这些电子元件 如果它必须成功的话 它能够拆解掉 可以reuse 低碳 最简单来说 以电子产业 我相信在AI工业4.0 大家所希望的 能够降低最小成本 实现关灯工厂 德渊也开发出 这种可以让 自动化程度 达到最高的一个UV胶 可以让关灯工厂 真的可以实现 这些种种都已经在现有的 我们的客户端 在实际使用上 那要完成这些事情 当然我们自己 德渊内部核心技术能力 的一个建立 包括客制化 多国布局 包括我们自己的研发能量 以及这些先进的设备 甚至 我们引进更多的国际人才 产学合作 取得国际认证 以开发出真正绿色的产品 携手 我们讲说 上游 这些客户 所带来绿色的产品 由我们 开发出绿色的材料 再交给下游客户 所产生的 消费性的 一些 绿色的 低碳的 这些产品 那这些 就是 我们 从一刚开始 从环保的角度 一直到现在 转身成 我们要达到 减碳 低碳 跟绿色 我们的一个方向 那最后 跟大家共勉的 是说 不只是只有产品 不只是只有制成 包括 我们 每一个人 职一柱形上面 只要我们每一个人 可以做到 降低 我们的 碳足跡 那 这样的话 不是只有 产品上面 跟智商上面 可以做到绿色 就整个 我们在前进的方向 都是绿色 跟大家 一起共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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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